注意哦 刚刚我们按钮部分是Sub 那如果Function特别注意 因为刚刚同学我看到第一个 可能因为Function跟Sub Sub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去执行它 这个是OK的 但是Function你不能直接从这边执行 特别注意哦 它会跳这样子 而且怎么样 Function它就是要跟你互动 所以你执行的地方 你不能跟Sub一样 请注意一定要从这边去插入函数 从这边去找到它 所以Function是要从这边去执行的 你不能直接按执行 我发现还蛮多同学都知道 因为已经习惯刚刚Sub了 突然换一个Function就一下子没办法转过来 OK大概是这样 你就习惯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丢公式部分 也有两个原则 不过这两个原则 真的只要细节做到的话 应该就没问题 这公式嘛 其实这个这一段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我把它删掉了 其实我是从什么 清除这边来的 所以一你就把清除 假设你做错了 我建议你看就删掉重来比较快 不然有时候你要找到底哪里错 真的有时候反而更花时间 那记得就是步骤 两个步骤 如果你这两个步骤做对 保证一定正确 而且要做熟 OK所以特别之后 抠过来嘛 第二个就是 把刚刚的这个公式嘛 复制啊 贴到记事本 把它编辑取代 有没有 取代完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呢 复制贴过来 如果你动作没做错 而且贴的时候我发现 同学可能会贴错地方 记得贴一定要在双引号的里面贴哦 可能同学好像刚刚有同学是把这个拿掉 就直接贴到这边 贴到这边你怎么跑它一定错啊 因为它没有外面的双引号 插这个也不行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有可能有双引号 贴上去之后 那就是有同学看到说 老师这边有个等号 这边有个等号就讲说感觉好像怪怪的 就很习惯就把它删掉 你没事不要删嘛 所以多 就变成说你删掉它就错了 但你不删掉它就对了 你不要以为说 两个等号怪怪的 你就感觉就是一定要把它拿掉一个 没有它本来就是这样子 OK所以你 反正我觉得啦 你照着做真的就OK了 再来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二的部分 被口诀嘛 口诀就记下来双引号两个 and两个 然后你都移到中间 串一个i 然后再把这个 复制贴贴贴贴啦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 这东西其实没有什么诀窍 就是反复做啦 做熟了之后 你再来run它 应该就保证正确啦 执行这边先清掉 然后把它执行 就保证正确啦 OK所以有的东西 你也不要乱试了 反正你不如就把它删掉 重新跑一遍 对的一次就做对了 这样其实大概就 而且这个方法很重要 丢公式这个未来 满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因为你如果还不会写VBA的时候 那这一招就还蛮管用的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其他部分呢 就是把它收掉 所以今天 我们大概重点就是 把那个什么 聚集这个变成笑脸 丢这个 这个上礼拜讲的 今天就又多一个 直接丢结果 一个清除 一个门号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一个 两个方选 所以方选这个 就是再加这三个 另外一个什么 就是那个范围 OK 那范围部分 就刷一下就好了 特别注意 这个所谓的范围 指的是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只有一列 只有两 只有三栏 千万不要看前面 因为刚刚同学 看到这边变成什么 2 然后变成 再写成A 然后2 这边1 2 3 4 5 6 变2 6 不对啦 跟外面没有关系 它指的是那个范围 相对位置的 第几列 第几栏 这样就OK了 所以有这个概念的话 我想其他应该就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大概这一题 就做个Ending 所以其他部分 细节请各位再加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再延伸出去 其他题目 所以待会如果完成 同学 请各位再开 151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 一样我们先做函数 再做VBA 录制聚集 有时候我觉得 有时候 大概知道就好了 不见得一定要每个录制 我觉得还是写VBA 比较踏实 那只是说 我要这一题的话 请各位先把 这个B栏 这边已经有的答案 删掉 其实这边是给你看的 结果 那要做什么 就是把里面 如果有括号的东西 放到这边 有没有 括号里面如果有 行李把这个 放到这边 如果没有括号 就保持空白 所以以前 如果你要 你不会更快的方法 那你就图法论纲 那很麻烦 有没有 所以很多人 每天都在图法论纲 复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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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的有 有的没有 你要判断 对不对 而且如果 假设有些人 每天要从网路上 捞资料 捞一堆资料 然后你要去改 改来改去 然后每天都在那边改改改 每天光改就 花了一整天的 花半天的时间 那你剩下还有 还要更多其他的事情 还要再完成 那不是根本没时间 所以最好的方案 怎么样 自动完成 接下来你自动 报表都出来 多好 对不对 那当然是个目标 那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想想看 当然我们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用什么方式最快 当然你刚刚来看的话 最好是旁边已经有按钮 按下去 就OK了 对不对 或者是说 这边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 比如说我要截取 刮壶的函数 然后给它 自动向下填码 OK 是最快的 但是怎么做 不过如果你还不会写VBA 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函数 可以做到 第一个提示就是 你可以用什么 fine函数 fine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我们可以找 里面有没有刮符 如果有刮符 它会告诉你第几个 然后再配合一个 me的函数 把头跟尾的范围东西 帮你带一步来 所以如果你不会VBA之前 你可以用 fine函数 加me的函数 也可以做出来 画面先欢迎各位试一下 点函数 中文字幕——YK